变成了侧面 我们购买的是港版的16GB WiFi版白色 好 现在开箱 阻尼这个梗我们就不说了 一台全新的iPad Air 2 我们先放到一边 说明书保修卡 数据线 还有港版的大三角充电头 和国航不同的是 港版的充电头需要自己拼装起来 港版那么大 背负一个傻大出本人骂您 而国航则显得 哇 好精致 好美 需要说明的是 这回iPad Air 2采用的是10W的充电器 并非此前的12W 好了 我们破除湿膜 现在激活 哇 好精致 好美 如果你用过iPad Air 那么上手Air 2的第一感觉就是薄了 iPad Air 2为了厚度 甚至牺牲了电池容量 这次Air 2的电池容量为7340毫安时 而第一代Air则为8827毫安时 这也造成了Air 2比此前轻了30克 正面除了Touch ID没有什么变化 背面的摄像头部分 也是去掉了原来的金属环 虽然同为800万像素 但iPad Air 2在6.1毫米的机身情况下 摄像头并没有凸起 这让我们有理由怀疑iPad Air 2的成像质量 底部的扬声器 由原来的双排扬声孔变成了单排 侧面的音量按键做了下凹处理的同时 把凹槽的开口增大了 广受好评的静音按键也未去掉了 电源键也做了相同的处理 我们对比iPad mini 2就知道了 因为这回iPad Air 2又薄了 所以单手拿起来会比较困难 这与其他的设备不同 其他的设备可以轻松地用虎口扣住两边 但iPad Air 2却不行 再加上iPad机身比较容易刮花 所以建议大家到手之后还是购买一个保护套 在播放音乐时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Air 2太薄了 导致其外放的时候震动幅度比较大 我们采用一个比较直观的方式给大家展示一下 有点摸着 空气有点虚枉 就像小学生吗 越来越在了 等下到手之后 绝望슨达别强了